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我是直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今天直心姐姐又要来告诉你大明星奥黛丽贺本的婚姻故事 从二十岁那一年起,奥黛丽就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明星 她变得非常有钱,有名,既有美貌又有才华 偏偏只有一件事,奥黛丽不管怎么学就是学不会 这样东西不管花再多的钱也都买不到 那就是真爱 奥黛丽觉得只要自己能够天天陪伴丈夫 就算是个有爱的好妻子了 只要有个男人对她好,那就是真爱了 因此奥黛丽贺本嫁给了一同在演艺圈工作的男明星梅尔 她完全不知道对方喜欢她 只是因为她是个光鲜亮丽的大明星 她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对方 其实只是因为对方的工作跟她很相似 这个已经过气的男明星 真正在寻找的不是真爱 而是自己内心的虚荣感 而奥黛丽贺本 真正在寻找的也不是真爱 而是内心的安全感 这种婚姻是不是跟她的爸妈很像呢 最后又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 让执行姐姐在今天巨人的秘密里说给你听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了 请听巨人的秘密 结了婚之后的奥黛丽贺本 很努力实践她的目标 那就是每天要跟丈夫一起去工作 一起回家 没想到她所嫁的丈夫梅尔竟然在片场里面 一仗着我老婆是奥黛丽贺本 就耍起大牌来 处处不配合 还大吼大叫乱摔东西 让奥黛丽自觉很尴尬 赶快拍完戏之后就再也不敢跟人家合作了 免得自己丈夫给人家造成更大的麻烦 奥黛丽贺本 奥黛丽不断缩减自己的工作版图 渴望当一个她自己心目中的好妻子 结婚六年之后 奥黛丽贺本终于当上妈妈了 她生了一个儿子 是她盼望好久好久的小孩 她给儿子取名为西恩 现在开始她可以来实践自己 当个好妈妈的目标了 你还记得奥黛丽贺本 期许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吗 听听看她做的决定就知道咯 生下儿子之后的奥黛丽贺本 简直是欣喜若狂 这是她长久以来的梦想 她几乎立刻就要去辞职 专心留在家里 当个二十四小时陪伴孩子的好妈妈 可是这时 她的丈夫不赞成了 奥黛丽 你的影迷这么喜欢你 你有这么多粉丝 怎么可以说退就退呢 梅尔 我很想要休息 我很想要留在家照顾儿子 你可以带小孩去片场拍片啊 我给你请保姆 不要担心 总之你绝对不可以停止工作 奥黛丽没有继续和丈夫梅尔专辩 因为她知道 丈夫梅尔的工作态度实在是太差了 导演和片场根本就不喜欢梅尔 如果自己也停止拍电影 停止赚钱的话 那么家里的经济可能会雪上加霜 为了顾及丈夫的自尊心 奥黛丽没有把这番实话说出来 从此 不管奥黛丽去哪里工作 不管她飞到哪个国家 她真的 24小时都带着儿子西恩 一直带到儿子上大学为止 奥黛丽跟梅尔之间的婚姻 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彼此相爱上 经过了14年的挣扎 他们两人宣告离婚 全世界的观众都喜欢奥黛丽贺本 所以好多人为奥黛丽欢呼 庆祝她终于承获自由 可是奥黛丽才不过离婚两个月 马上又结婚了 这一次她选择嫁给一名 意大利的医生 这一次不要妈妈跳出来劝奥黛丽 好多朋友都出来劝奥黛丽了 奥黛丽我跟你说 你家的这个丈夫安德烈 她在意大利是个花花公子 你不怕她很快又喜新厌旧吗 你觉得她真的爱你吗 奥黛丽却反驳朋友们说 不用担心 安德烈说她从小就是我的影迷 还曾经等在马路旁边 要跟我握手呢 安德烈说她一直都很喜欢我 等我们结婚之后我就会退出影坛 专心陪伴在安德烈身旁 一切都会没事的 请不用替我担心 看到奥黛丽这么坚定 家人朋友也只好祝福她 第二度结婚之后的奥黛丽 果然开始执行她的目标 彻底放下工作不再拍电影 专心在家里当家庭主妇 而且为了想要跟医生丈夫 同进同出 奥黛丽还去上了很多的医学课程 听医学演讲 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医学知识 能够成为丈夫在工作上的帮助 在这一段婚姻里 奥黛丽也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为卢卡 奥黛丽赫本真的是尽心竭力的 努力扮演好妻子好妈妈的角色 嫁给了意大利医生的奥黛丽赫本 跟赵福两个儿子一起住在意大利 不过有些当地的黑道歹徒 盯上了奥黛丽赫本的名气财富 不断放话说要绑架奥黛丽赫本的家人 有一次奥黛丽的丈夫安德烈 从诊所下班正要回家的时候 竟然真的在诊所前遇见歹徒 经过一番扭打 整个人差点都要被嫁走了 索性最后歹徒没有成功 安德烈逃回家 把事情经过告诉奥黛丽 奥黛丽可是吓坏了 他的两个儿子年纪这么小 万一下一回绑走的是小孩子怎么办呢 奥黛丽赫本被强烈的恐惧 不安全感充满 他独自带着两个儿子 悄悄地离开意大利 搬到了瑞士居住 报社记者找不着奥黛丽赫本 就去找他的意大利丈夫安德烈 没想到接下来 躲避在瑞士居住的奥黛丽 常常从报纸上看见 他的丈夫安德烈 出入声色场所 还跟一些女孩子搂搂抱抱 让他好伤心好难过 这段婚姻 在结婚十一年后 也宣告离婚了 从此以后 在奥黛丽赫本的人生当中 他再也没有结婚 或许两次失败的婚姻 让他对于婚姻这件事 再也没有任何信心和盼望了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你有没有曾经想象过自己 有一天结了婚之后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呢 其实 真正能够让人幸福快乐的 并不是结婚 而是真正的爱 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的爱呢 结了婚之后 真爱就会蹦出来吗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爱 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 也就是说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你接受了耶稣 牺牲的爱 那真爱 才会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使你能够有 爱别人 爱自己的能力 想一想 如果你的口袋里 一毛钱都没有 你怎么能够跟别人说 我会给你很多钱呢 做不到 爱也是一样 如果你没有先得到爱 你要怎么能够保证 你真的能够爱人呢 你要怎么保证 你真的懂爱呢 今天晚上 你就可以向天父爸爸祷告说 主啊 我不明白什么是爱 求你帮助我 求你启示我 求你让我能够感受到 你的爱 知心姐姐祝福你 一辈子都住在上帝的爱中 成为一个懂得爱与被爱的人 下一回爆米花 我们空中相会了 拜拜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天使向他归下 天地都来请拜祷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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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向他归下 天地都来请拜祷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天使向它归香 天地都来敬拜它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